他後來是他好了之後 他在群組裡面發了這個訊息 才有人趕快轉給我說 姐蘇培 你趕快打電話給這個阿姨 跟他關心一下 我後來跟他講了 他就說他很難過 其實這個相同的案例 應該有很多 類似的 只有這個案例 所以柯文哲你不要得意 就你自己在這個 他是昨天嘛 對不對 PCR的時候非常的這個 快速有效率 人潮沒有那麼擁擠 那是因為中央介入了之後 他還以為前面的所有的 臺北市民都是這樣 還在那裡講的還雲淡風輕 所以像這個阿姨的狀況 其實在像我們都接到 非常非常的多 但我們在當下 我們不會拿出來 去修理柯文哲 去修理誰誰誰 因為我們都知道 因為京城的 對 京城的工作人員 已經很辛苦了 其實也真的都 這個在第一時間 SOP沒有建立的時候 真的是手忙腳亂 我們不會去責怪誰 可是很遺憾的是 我們的市長 有沒有去考量 我們的醫護很忙 沒有 有沒有考量到 我們衛生局的人 已經一個頭兩個大 在忙著送這些關懷包 打這些關懷電話 沒有 他繼續胡說八道 而市長胡說八道之後 就導致我們現場的 第一線的衛生局的人員 防疫的人員更忙 為什麼 議員要開始要資料 從之前那個中央沒有給快篩 有沒有 五月十三號要給快篩 都沒有給這件事情 你看 還吵好多天 郵件 什麼時候給的 早上給的 下午給的 對 市長講完 副市長繼續說謊 連續整個團隊都在說謊 所以所有的議員 全部都要 藍營的也要 綠營的也要 你知道嗎 他們忙的 在防疫的過程當中 忙著跟中央在設這個快篩站的當中 還要回議員的所知 因為市長跟副市長 發動了一個政治鬥爭戰 他們把整個防疫當成是政治聲量 他們沒有考慮到第一線的人員 正在燒乾燒廢的在做防疫 但是最嚴重的其實還是 你看全臺灣 只有臺北市市長副市長都確診 然後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今天我看到的新聞是指揮中心也證實了 他們有三分之一確診 那這個整個的市政府 剛才朗東還說了 這個陽谷這棟大樓裡面 那就跟公務員講的 那就是很可怕 市長副市長都已經確診 然後更別講周邊的人都確診 這裡面絕對有一些人為上的疏失 那好嗎 那你自己講過的話 自己親身體驗了一個 仁愛醫院的確診五分鐘 那是因為中央幫忙 結果中央要去設 這個自由廣場去設松山機場的時候 你都在那邊生氣 自由廣場他也不贊成 等到自由廣場設立了之後 黃山山又在直播說 是市長指示 大家都知道 自由廣場的指數單位是文化部 那要中央來協調 那更別講松山機場 松山機場他為什麼要鬧 他這個為什麼第一時間說中央下指揮 因為中央設了這些大型的快篩戰之後 確實和緩了整個快篩 所以就不會再怪中央了嘛 他就沒有鏽殼一眼了嘛 然後中央做的又比台北市做的好 我跟大家報告 台北市現在所有做的社區篩檢帳 總共有二十六個 在急診 在醫院急診 離急診比較遠的才只有 只有五個而已 其他就是在 比如說台大醫院的急診旁邊 人愛醫院的急診旁邊 西北市也是這樣啊 是 可是這會導致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我剛剛講的 同一批工作人員 他就會跑錯地方 尤其像今天 台指揮中心已經講了 我們現在馬上即將實施的快篩 這個陽性 就等於確診 然後旁邊的醫生就馬上要給藥 要做診療 如果這個東西還繼續在所謂的 這個快篩戰 繼續在所謂的醫院的急診旁邊 我告訴你 民眾會一團亂 走錯了 然後要真正的需要急診的病患 他們也會被延遲 那所以自由廣場跟松山機場 就是個照妖境 那這個照妖境跟去年還不是一樣 去年的環南市場 北農一團亂的時候 也是王必勝進駐 對 這一次其實克文哲 為什麼說不要瞎指揮 他怕的就是王必勝等人的出手 又相對他的無能 跟他的這個 討論的這個真面目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確診啦 我這個真的是再次請教一下 柯市長 你自己確診了 你自己曾經說過的話 就是要趕快這個吃這個 你為什麼不吃 你為什麼不吃 你不吃你也給我解釋一下吧 對不對 其實一團糊塗 都他自己造成的 真正最瞎的人就是柯文哲 其實不只北農的群聚 那時候指揮中心要求他要做PCR 結果他硬是用快篩來取代PCR 所以整個疫情一團亂 所以後來王必勝才進入北農 然後有臺北農 然後陳時說還半夜三更三年中 跟著王必勝一起進去 對 去做了PCR 後來才篩檢出來 有三十幾個人 有這個好幾個人 就全部都是陽性 然後不只那個時候 還包含我們去年在打這個疫苗的時候 各個縣市不是都是究竟設這個接種站 讓長輩可以究竟是接種嗎 大家人家長輩那個 對 可能是設在哪裡 設在花博 我們全部都要周車勞頓 從從我們文山區的貓空 我們要坐車坐一個多小時到花博去打 就整人 是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柯文哲就會讓這個地方的人 如果搞不清楚的時候 也搞不清楚是臺北市的責任 還是中央的責任 就開始罵中央 是嘛 所以可是我就說 臺北市民為什麼要選出一個市長 來惡整市民 但是他現在呢 已經大概真相又被揭穿了 本來有一段時間 這個雙北市長 這個每天砲打這個疫情指揮中心 事實上民怨是蠻高的 請教這個趙豪 那因為快篩季的關係 因為快篩季排隊 現在快篩季又不缺貨了 又沒有排隊的現象了 那就開始這個潮水退了才發覺 真正誰沒穿褲子 誰這個表現 這個是無能的 就是柯文哲跟侯友宜 所以陳志涵才講了這個話 但是身為一位地方政府的發言人 居然講這麼重的話 叫做 說蔡英文真的市民如此 就不會把重要防疫資訊暗港 草菅人民 這種話是很重的 這種話是應該送到法院去的 如果真的有一個總統 草菅人民還得了 一個小小年紀的一個女孩子 講這種不負責任的話 就由他的市長在後面幫他這個做那個護航嗎 然後他還說沒有聽到柯文哲提起 蔡英文致電關心臺北市疫情 砲轟過去蔡英文暗扛重要防疫資訊 然後這個等等 這個話很多人沒有把它放在他心裡 是覺得柯文哲的反正自己是這個亂講話 胡說一通習慣了 結果他的發言人也變成胡說一通 現在真相開始冒出來了 松基設戰 第一時間幹嘛瞎指揮 然後罵人家瞎指揮 然後他家的黃三三又跑去市場 這是不是錯亂嗎 你不是說瞎指揮嗎 瞎指揮你們台北市政府的人 就不要不要這個到現場去 最後去了現場之後 他還說如果再加設柴險站 會設置車來做急門診 地點都已經想好了 地點想好了沒有做過什麼用 中央出手了他們才急了 中央的自由廣場跟松山機場 就映照出了台北市的亂 而且我跟你講 全台灣的一個市長跟副市長都確診 三分之一公務員都確診 這個問題嚴重了 就表示這個整個的防疫團隊 他在防疫的實踐上面 都是亂七八糟 我覺得黃三三副市長 他說這個防疫不是比賽 但我記得他跟柯文哲市長都曾經 前幾天講過這個比賽還沒開始 陳其邁表現比較好的時候 是柯文哲講的 要講比賽也是他們 他說不是比賽也是他們 但是我必須講就是說 無論他怎麼講 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陳時東部長蔡英文總統 大家沒有抱著比賽的心情 來看待這很嚴峻的防疫的 這是人命 所以我們就想說你地方能做的 能盡量去做 那中央能夠來補助的 能夠來幫忙的 就大家一起來互相合作 就如同我們現在所看到自由廣場 或者是松山機場 我們設計PCR的這樣的篩檢站 最重要的原則 這當然不是比賽 而是看希望用中央的資源 讓我們這BC有需要PCR的這樣的市民 能夠有一個比較快速的檢驗的方法 比如我今天因為我大飛機 從臺東上來 然後我下飛機的時候 我就剛好看到整體的 這整個PCR的運作的過程 當然有人排隊 當然整個過程是有在 有在 都在動作當中的 所以我相信有提供一個 那麼寬敞的一個地方 然後讓也比較 交通也比較便利 讓有需要的朋友 有需要的臺北市民 能夠在這裡得到一個PCR檢驗 我現在這是好的事情 不用去 臺北市政府 不要那麼去在意這個到底是中央做 或者是臺北市政府做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怎麼會有 我覺得重點 這個這個發言人 當然陳這個陳志然發言人 雖然他的職務 不是副市長或市長 這樣的一個職務 但是我覺得非常 但是也非常不恰當 對 我非常的 我非常的 我其實我最訝異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到底是怎麼樣的團隊 才會允許這樣的發言人 做這樣的發言 我其實我最訝異的是 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今天面對防疫 這樣的一個工作 我想今天就算執政者是馬英九 那我們面對防疫 這個看不見的病菌 我們也不會用草菅的命來 來掛在一個領導人的身上 我覺得這個現在面對這樣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而且他講是說 那有總統隱匿 隱匿疫情 暗港了什麼嘛 我不知道他暗港了什麼 我們臺灣社會 所以我們臺灣現在這樣高度自由 媒體發達的社會 有誰有那個能耐可以去暗看 可以可以把那個疫情的資訊不公開 那就是為他們自己表現混亂 這個找藉口 那我覺得最最令我納悶的 訝異的就是說 到底什麼樣的團隊會產生這樣的發言人 但是如果你看到柯文哲的發言 後來想想也不太不用太訝異 為什麼 柯文哲常常講就是說 陳時中懂的 我懂 我也都懂 我來做會比他還好 他最常常講這樣的事情 不過這件事情沒有辦法被證明 因為他不可能變成全國的指揮官 讓我們也幸好他不用被證明 不然我們可以想看 一個天天要跟人家吵架的指揮官 那真的是會搞成我們神經錯亂 在四月下行的時候 柯文哲怎麼講 他說在五月十八號的時候 他預估臺北的確診人數會到五十萬 後來他趕快改口 我不是說單日 我是說累計會到五十萬 好啦 就算是累計 五月十八號那天 臺北市的累計的人數 也是到目前是到十五萬左右 所以柯文哲他說 而且他就說因為疫情嚴重 所以他四月下行就預告 因為累計到五十萬 所以要軟性 軟性封城 所以但是如果時間 再往前推的時候 他說我們要以篩 以篩代格 也是他講的 所以我覺得防疫政策的錯亂 一下子要跟病毒防疫共存 一下子說這個很危險 要軟性封城 都是同一個人說出來的 那往前 時間在往前推 他說只要快篩陽性 你就要給藥 他講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他當然知道 他身為醫生 要給這個Paslovid 要很謹慎 他雖然有效 不過他畢竟就是一個在緊急授權的藥 藥他本身他會跟你跟高血壓 IUV症等等 還有你的吃艾米亞都可能會有牽制作用 所以當然要經過醫生的診斷 你才給藥才安全嘛 他當然知道這件事情 不然的話他不會說自己確診 當然我們是祝他趕快康復這點 但他確診呢 居然只吃普拿燈 他當然知道說 基於他的醫學的知識說 這個藥不是你快篩陽性就吃 一定要經過診斷 要經過醫生的問診 但是當下他為什麼會這麼說 當下他為什麼說快篩陽性 就要趕快給藥 因為要凸顯 他跟防疫中心的不同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他這樣的一個心態 就是他每一天 大家想想看 就是說我們如果一個這樣的指揮官 他每天只是要凸顯 他跟別人的不同 或者是抱著一個吵架的心情 比賽的心情 而且政策在反反覆覆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臺北市民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 我認為是一種折磨 就是找麻煩 罵話 包括怎麼會一個市長會告訴大家 就是說你在設計那麼簡單的一個系統 PCIE2系統 你忘記 忘記設計一個 取消 取消空檔 你忘記設計這個系統 還要怪市民 還要問一下幹嘛 沒事去預約 所以就跟大家道歉就好 但是那一筆改掉就好了 就改說不好意思 因為公務人員真的是很累很忙 忘記謝謝大家的提醒 我趕快把他恢復 趕快設計一個功能就好 竟然怪說這個 這個為什麼要取消 為什麼 沒事 為什麼去預約 我覺得這個都是凸顯一個柯文哲 他在這件事情上 他整個防禦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會把 我認為柯文哲 應該他把他心理上面一個陳時中這個障礙拿走 回到他是一個客醫生的本分來看待這件事情 所謂這個陳時中的障礙 他就是說他每在做一件事情 他原本他都根據他的醫學專業 他一定會講說 快篩陽性的話 不能馬上投藥 一定要經過醫生的問診 對啊 但是因為他有陳時中障礙的時候 他講話就會偏了嘛 他就會偏了 他就說快篩陽性就趕快要趕快給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把這個陳時中障礙拿走 這張防疫是大家合作 不是你柯文哲去跟陳時中比 而且陳時中也沒有跟你比 你應該把那個障礙拿走 你回到你 你在課堂上 你在臨床上 你所學的醫學知識 你好好的去做個防疫指揮 臺北市的防疫指揮官 這樣子才是臺北市民之福 而不是讓我們看到一個天天要跟中央鬥嘴 可是他跟中央鬥嘴 為了政治目的也就罷得懂 沒的是臺北人 一樣去年是大家要奔波到花博 然後這個老先生 老太太 長輩們 邀請海外的孫子孫女幫忙去預約 預約完了以後才發覺那是假的數位 因為醫院還要做電話 還要一個一個再確認 這個時間跟這個就診的地點 然後更別講了 你去年疫苗到了最後 你知道嗎 在打高端的時候 他只射了幾個偏遠地方 像我還被逼到從 我原來在我家附近中央東路的紅營醫院 還要到辛亥路去 就診人嘛 那這一次也是在診人啊 結果診人診得不亦樂乎之後 被揭發了 崩盤了 發現了他的正面目了 所以為了要轉移焦點 就來了這一句話 這種話就是轉移焦點掩蓋他們所做的事嘛 好 這請教這些 郎東 剛才靖平真的好直白喔 主席打電話給他 如果明明知道是主席就不接了 然後跟主席說你不用跟我講了 我跟你講你還是道歉好了 結果他們就道歉了 今天中午還道歉 幹嘛要道那麼多歉呢 對 朱迪他除了道歉之外 因為他還努力講了一句說 連前民進黨議員都很怕張善政啊 然後民進黨已經鎮腳大亂 這話一出來 是他今天講的啊 對 今天下午的時候 兩點的時候他跟張善政去開記者會嘛 然後就說他收到了一個情資 就是張善政那有什麼好道歉呢 那應該是放鞭炮啊 叫大家跟他道歉才對 應該是黃靖平跟他道歉 邱一聖跟他道歉啊 我選的這個人這麼好 民進黨鎮腳大亂 對 他可能是覺得內部沒溝通好 可是張善政這個人也很棒啦 但是我們來看這個亂象 其實還繼續在演 首先張善政他可能成為了史上第一個 起手勢是跟大家說對不起的一個候選人 因為他這樣子 馬上這5月21號就出來說對不起 那底下的文很奇怪 很多那些國民黨的粉絲啊 或是韓粉啊 都講一樣的話說 張善政是一個好人 可是這次國民黨的操作 是失敗的一個算計啦 就是 查理所分的